无赖 从前有座山,山上长满了核桃树,山脚下有一个农场,农场里养了许多的家禽。 秋天到了的时候,一只小公鸡对小母鸡说, 山上的核桃都成熟了,我们赶快去吃吧,不然就会被松鼠偷吃完了。 好吧,真是个好主意。 小母鸡赞同地说, 我们现在就去吧。 于是,他们俩就一块来到核桃山大吃起来。 当他们吃够了之后,小公鸡就用空核桃壳坐了一辆小车,和小母鸡坐在里面玩。 啊,亲爱的,我们该回家了吧。 小母鸡说,因为它已经在这玩够了。 小公鸡呢?得意地回答。 回家?你真傻! 我们现在又有吃的,又有好玩的,干嘛要回去看主人的脸色呢? 嘿,我们坐车去旅游吧。 可是,谁来拉车呢? 正当他们在为拉车的事情发愁的时候,一只鸭子发现了他们。 鸭子生气地嘎嘎大叫, 你们两个贼居然敢偷我的核桃,我要给你们点颜色看看。 说着,就拍打着翅膀冲了过来。 可是,小公鸡非常的机灵,一下子蹦到了鸭背上,用尖尖的嘴猛啄鸭子。 直到鸭子求饶,并答应为他们拉车。 哈哈,鸭子,跑快点! 小公鸡坐在车夫的位置上,赶着鸭子。 小母鸡就舒服地坐在车厢里。 当他们翻过一个山坡的时候,遇到两个赶路的请求搭车。 一个是冯一针,一个是大头针。 他俩因为昨晚啤酒喝多了,误了时间,现在要赶回城里的裁缝店。 小公鸡见他们站不了多少地方就同意了,但是前提条件不许刺到他和小母鸡的脚。 天快黑的时候,他们来到了一家客店,要求住店。 店主心想,他们一定是些没钱的客人,就推说没有房间了。 后来,小公鸡说,他们愿意付出小母鸡和鸭子在路上的下的蛋,并且明天下的蛋也愿意给它。 店主这才同意他们住店。 他们住下后,先要了新鲜的蔬菜和水果,饱餐了一顿,然后美美地睡了一觉。 第二天天不亮,别人都还在睡梦里,小公鸡就把小母鸡叫醒了。 他们取来小母鸡的蛋,啄开壳,把鸡蛋吃了,把蛋壳放在客店的灶台上,又轻轻地把熟睡中的缝衣针插进了店主的毛巾上。 把大头针扎到沙发的座垫里,然后偷偷地溜走了。 小公鸡和小母鸡的脚步声惊醒了鸭子,因为它喜欢睡在院子里。 鸭子呀,也迅速地逃出客店,找了一条小河,想下游游去。 天亮之后,店主起床了。 它用毛巾洗脸,却被划了一条长长的红印子。 它又来到厨房,一眼就看见了灶台上的空弹壳。 它生气极了,一下子坐在沙发上。 哎呀,它大叫一声跳了起来,因为被冯一针刺了屁股了。 它气坏了,心想,一定是昨天晚上来的那几个客人干的。 于是呀,它就跑到客房去找他们,却连个影子也没有看见。 店主呀,就大叫起来。 哈,这些无赖,住了我的店,不但大吃大喝,分文不复,还做尽了坏事,太可恶了。 从此呀,它再也不让无赖在它的店里留宿了。 这也就是你格大吃一样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